幾句今天的留會 其實這次已經是進入 《反權修訂條例恢復異讀》 如果我們沒有計錯 是第五次的留會 大家看到今天的留會 其實不是我們刻意策動的 是保皇黨自己所謂的 放小息機制 在第一次放小息 就出現了這個留會的事件 也可以說是建制派的脫落 不過其實今天本來是沒有會的 過去的慣例財政預算案 完結之後就是休會的 但是因為有議員提出 他們說有議員支持 夠數、湊夠數 當然他們就有權去加會 但事實證明 就是那些議員都不是很ready 不是很想去開這個會 所以也不用特別可惜 因為本來沒有一物 本來也沒有的 不過是加不成會去理解 不過這就是史上最快的留會 只是一個小時多一點就留了 那也是新春頭 借機會和各位拜年 人民力量準備了一個揮春 其中一個很受歡迎 就是留會大吉 在後年的第一次會議 在後年的第一次會議 就應我們揮春的希望 正式留會 其實在陽年的最後一次會議都是留會 對 陽年最後一次又留 那時候我們已經開始派揮春 所以從陽年到最後一次 和後年第一次都是留會的 那如果政府繼續堅持下去 我亦都相信 就是留會不絕的情況 是會出現的 那所以 我呼籲政府 特別蘇錦良 不要再在這死頂了 因為有成接近三十個的有關法案 是等著立法會進行恢復二讀和通過的 那為了整體香港的福祉 就是和蔡爺今天都呼籲了 就是大家要在這個艱難之中 要尋求這個出路去做好大家的工作 那所以還有幾個月的時間呢 我相信這個梁振英這六八九呢 應該要接受這個政治的現實 現在已經這個火點處處 除了旺角在年初一 就是有這個縱火情況之外呢 其實現在梁振英現在火燒後欄了已經 那所以連串的情況我覺得是時候 這個六八九放下身段 面對現實 就是放棄強行 要通過這個網絡二十三 那就等立法會呢 可以回復這個正常的狀況 我都希望蔡爺可以幫幫手 蔡爺在預算案裏面說 問題是人製造出來的人 應該有能力去解決 那針對版權修訂條例呢 其實我們民主派議員都很清楚地表明 我們不是想這條條例呢 是死的 我們是希望這條條例呢 是能夠通過我們議員的修正案 能夠引入開放式的豁免 令到這條條例對於用家 對於網民的保障呢 是更加大 是被它通過 那四方會談可以展開 也都代表呢 其實四方呢 都是希望這條條例去通過 但是呢 可惜呢 蘇錦良局長呢 他就不肯走多一步 就去 大家 即使建制派議員 都叫他去試一下 去草擬一個修正案出來給大家討論 以我所知 雖然局長不做 但是 有 網民的組織都會做這個草擬出來 那我希望如果修正案草擬出來 無論是版權擁有人 或者是政府呢 都可以積極去回應 不要硬鬥硬 就是最後硬鬥硬呢 結果就是政府今年 還有近三十條的法案 排在在後面 想在這個立法年度通過的呢 可能都因此而要犧牲